大家好,我是吴了,我现在来到的是甘肃张业的平山湖大峡谷景区 那这个大峡谷虽然叫平山湖啊,但是这里边没有湖,甚至连水都没有 所以来这儿呢,不是来游山玩水的,那是看什么呢 是看这个丹峡地貌,看这个奇山一石,看这个沟壑峡谷 这里呢,被国家地理杂志和各界的地质科学家,誉为比肩张家界,媲美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景观 然后这里呢,算是比较小众的景点,所以游客不是很多 原因呢,就是第一,就是这里边票价还是比较贵的啊 原价要130,然后从网上买呢,是110 然后另外这里边很累啊,就是还是需要体力的 大概徒步要三到四个小时,所以来这儿的游客不是很多啊 进入景区后,坐车前往观景台,沿途一片荒芜 这个景点叫九龙惠海啊,龙的九格子,人一作乱 被龙王镇压在这儿了,这叫城堡市丹峡地貌 就是,你看这个,由于这个风化啊,沙石都是分这个一层一层的 像城堡一样啊,这儿是情侣风啊,看这个石头 像一对情侣抱在一起啊 这个情侣好像身披昏纱,后面还有花筒牵着清白 对面的这块,岩石 叫神龟问寿,和灵猴远跳 这些都要靠自己想象啊 这儿还有这个不倒翁的这个表演啊 我估计是当时西安火了以后,也像在这儿能够表演啊 但是,估计就荒废了 这个平山湖峡谷,海拔1500到2500米啊 可以看到这个,完全没有遮挡啊,连棵树都没有 光照非常的强 来这儿一定要做好防晒 而且这里的空旷带来的是极致的安静 走路时可以听到衣服的摩擦声 静止时甚至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 沿这个台阶下去 就进入到大峡谷了 这台阶很陡啊 而且距离也很长 哎呀,毁膝盖啊 现在就已经下到这个峡谷底下了啊 很陡啊 很陡啊 带老人小孩儿来的话 就来这个景区就靓丽而行啊 这是,距谷底800米 这个峡谷只有一条路啊 所以前面如果人走的慢的话 你就得一直奔这儿排队 距谷底500米 直到什么时候 就会看着你 帮你 来吧 这银子 这一条路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